大家好,我是鎔魚 今天我們要來如實考古啦 繼續上一集的話題 我們要來看更多更多的法商卡 吃的卡可不像薩里拜數值 只要活過一回合都足以毀天滅地 就讓我們一起來回顧如實地帶的大法商卡吧 不過在影片這次開始之前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 就是自創卡投稿終於進化啦 全新的主題式投稿將會帶來嶄新的樣貌 有興趣的一定要到下方投稿喔 歷史上第一章的大法商就是 魔法的精華馬里狗斯,俗稱藍龍 效果完全不愧對他 高達5點的法術傷害 光是這個效果就足夠當作遊戲終結手段 大分的時候都活躍在德魯伊 因為德魯伊有不少的直傷卡可以配合 也有成長或是降費 召喚分身的方式更是數不勝數 信咬他的費用實在高的誇張 除了遊戲初期大家美睫 不然只有黑科技能玩 下一張法商會讓許多人意外 達拉蘭致氏 之初的版本沒有基礎法商 如果要獲得至少要6費 超級不可思議的爛 如果T4打幸運活到下回合 5費還要花2費點英雄能力 配合的能力不太行 都有這個費用了 法師會更傾向去代直傷法術 依照真正的時間順序 叢林銷售才是第二張非法商嘉義的法商塔 效果真的很詭異 當時還沒有衝刺 所以這張如果活到了下回合 反而是對手會打出大量節奏 從某方面來看甚至比馬里狗斯更強求OTK 那為什麼不乾脆帶藍龍呢? 而且沒過多久 他就被另一張更強的卡給取代了 就是進化的狗頭人 雖然我沒經歷過那個時代 但有影片記錄過他打兵法 以當時就連牧師回血都跪死人的情況下 只有戰士有機會扛過傷害 利用大地降費再打出大量直傷法術 是老玩家一定經歷過的卡組 在下個這條片 曾經的街頭炸術師在扭曲模式經歷的加強 成為了目前最低能獲取非單次的加二法傷 再加上海盜船的推出 製造了開放全新的海盜賊型態 角猴海盜賊 前期利用海盜戰場過牌 後期角猴配合法傷能打出大量傷害 只可其強度比較一般熱度也低 不過至少新鮮感強 來到冰封王座 這時官方的卡片設計依舊比較保守 就比如知法者 雖然跟叢林銷售比起來應該是賺 但強度一樣很低 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好像不是這樣用的 反正要法傷有藍龍要低費有血法 毫無實戰價值 來到隔年爆爆計畫 這年官方應該想推法傷法 不過當時如實不會叫我們玩遊戲 雜亂的卡還不少 這個系列也就三張強度都還不錯 兩張法傷卡數值都給夠 宇宙異常體雖然費用高了一些 但至少體質勉強能用 反正只要你打快攻對面解牌遲早用完 另一張是鋪場類的卡 也是第一張根據法傷加強的卡 童年的拉斯塔哈 又一張法師專用的法傷 就是這張狂暴法師 沒有經歷過當時的話 可能感受不出他的強度 然而法師擁有當回合點出受傷的能力 單純以節奏來看 比宇宙一場體更優秀 也有後期的爆發能力 來到巨龍年 趁著法傷卡開始給的比較寬了 強度我覺得有 但配合偏少 首先是三修法師 這張卡的設計我很喜歡 先給你負面效果再給你正面 不過本身四費已經夠貴了 法術還會變更貴 所以實戰價值很低 再來 艾澤萊驚嚴的法傷雖然可以無限生產 不過他根本活不到回合開始 體質又超高 同個資料片還有一張不起眼的風行者 明明劇情實力很不錯的說 但卻因為獵人不打控制 而且法術卡不多 再來加上軟泥太神 總體看下來並不是一張強卡 來到年末的資料片 那時候推出了一系列的探險者 法師的自帶加2 不過這個效果在法師已經不稀罕了 更多的還是作為無雙法的組件 相比之下另一張法傷更是失敗 裂風飛龍 體質是真的很好 費用也低 但為什麼沒用呢 因為薩滿幾乎完全沒有卡片能用 一直要等到後面的通靈學院 不過那時候強度膨脹更嚴重 這張龍的費用中間是花太多在體質上面 我覺得相當可惜 來到鳳凰年的通靈學院 如上集所說 這是第一次官方強推法傷卡組 剛好雙職業的特性能讓兩個職業同時體驗 很意外的我發現雙職業傳說並沒有自帶法傷 不過能打臉的AOE就是強 雙職業的配合卡包括炎毒和鳳凰 這張鳳凰雖然是暗月馬戲團的迷你系列 卻繼承了通靈學院的雙職業跟外域之境的休眠系列 設計得相當有趣 強度也很高 因為休眠在回合開始的時候才醒來 所以可以提前打 法師還有拿到一張看似相同體系 卻走出自己道路的卡 決鬥者莫札奇 本身雖然高達5費 但法師擁有不少騙取費用打奇蹟的組件 使得效果可以輕易超越藍龍 配合二費的咒法之流和之後的清涼血水 那時候的法師可以說是有比德魯伊更扯的OTK速度 說到平吉之地 這個資料片首次推出核心系列 其中核心原創成卡愛格文強度也不俗 唯一阻礙他的還是本體要先送死 不吃沉默的情況下可以一直拿到法傷 可惜法師當時的其他卡組更強 要等到他們都被削弱或退環境才會看到愛格文 而且他現在被移植天梯的超好笑 平吉之地的另一個星機制是法術系別 讓如實能夠設計更誇張的數值 比如不如砍 數值高是高 但限制也是確實多 可以說他在標準的時期幾乎沒有任何能打臉的自然法術 好的打臉法術倒是不少 要打也打不贏身體螢光 次費也有點太重了 這個資料片真正的神是有天分的祕法師 犧牲了使用的次數換到了數值 這個想法是對的 他在一蓋卡組裡面跟以太相輔相成 也能夠作為提前打出狗活的結場 接著在暴風城官方嘗試推火法結果完全沒用 有人還記得當時法師任務線的另一張傳說嗎? 是真的沒有存在感 因為任務線實在太強了 當時排在術師之後的救贖法師 可以跟他勉強五五開 永久的加三法術基本也能OTK 只是說法師的任務線當時缺冰霜會卡手 我也有拍影片介紹過喔 中立的工會商也不可忽視 四費加二法術看似是貴了 實則可更換的效果大大增加了湊不combo的可能性 要知道打combo或OTK其實不是硬湊關鍵卡 前期也沒有費用 換一個結場上來反而更好 隨著官方設計的幾個法商都比較保守 官方開始發威了 兩張新的薩滿神卡 艾薩拉光輝默默無聞的忍受了超過一年 終於在自然薩裡面爆發 更多的降費真的讓法術隨便打 另一張身體螢光只是給薩滿任務線另一條出路 提供了較為穩定的斬殺 先用青蛙高速過濾 再用飛串火花跟身體螢光全部丟兩次 費用還能夠用閃電之花來補 是一套很冷門但超強的開放卡組 標準的話初期是使用食人魚鋪場 很快被下個資料片的圖騰給取代 所以最終青蛙之靈被砍成5費 身體螢光被砍成4費 雙雙被砍 添沒的資料片當中 音樂密法師從預告我就開始期待 不出所料的他跟DH的AOE配合兇猛 無法指定英雄跟新版校斗龍的機制不同 隨機施放的法術或AOE都是能打臉的 雖然依蓋已經退環境 爆炸性的AOE回席還是很噁心 他可是有幸進入到最佳設計獎之中 很快的來到近年2023 鍵盤獨秀者效果看似很強 但首先條件過於嚴苛不好打快攻 再來4費加2法傷早就已經習以為常 沒有出場的機會 而且沒過多久就有更成的效果登場了 他就是泰坦創世紀的西服 同時也是索林某的妻子 效果是輕輕鬆鬆的就能超過藍龍 可以提前暖機 也不要求末札集的大量降費 更是不像多數OTK前期疲弱 很多人是無法處理7費鋪場的 西服簡直是官方的寵兒 從回音複製到蛇油 絕對是跟歐丁一樣的天梯神卡 除了多次的消入以外 也砍了很多隨機的發現池 導致現在法師玩起來很痛苦 同個資料片還有星窮射擊 張開這下很強 因為獵人喜歡打臉 但老實說擊殺命令已經跟不上環境了 等於這張必須配合法傷 而且還有順序的硬性問題 發揮比較普通 終於來到最新的資料片之一 官方表面上給了德魯伊神一般的OTK組件 卻把水晶職場全拔了 所以蕭龍尼斯在剛出的時候簡直是垃圾 雖然現在一樣是垃圾 只有在極少數的玩具大師卡組中會有人嘗試 我認為這張卡在標準絕對是定時炸彈 非常非常危險 絕對沒有因為他目前的發揮而看不起他 願意在第一個資料片就印OTK的卡 我想只有用膝蓋才想得出來 好啦,這些就是所有的大法傷卡了 整體看下來加2卡逐漸變得稀充平常 有種取代加1原先位置的感覺 巨魔法師哭死 完全就是強度膨脹的證明 至於更高的數值 代表官方對於環境卡組的控制逐漸加大 我給你什麼卡你就應該要玩什麼卡組 而且所有英雄都應該要有一個斬殺的手段 甚至OTK也行 壓縮了純控卡組的生存 我想終究還是把費用調到卡死人比較合適 好啦,那今天影片也差不多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繼續分享,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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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